很多人诟病台股凭什么涨 不就是美股涨台股跟着涨吗 不就是垃圾盘吗 那今天你怎么说 昨晚美股下跌 尤其费半指数大跌了两个百分点 可是今天台股开低走高 翻红上涨一百多点 今天台积电没有创金高 台股照样刷新历史新高 我一再强调不要看不起垃圾盘 拉鸡拉鸡拉久了也能拉出黄金来 现在的台股遍地是黄金 到底有多黄 黄到今天我们随便进场一档股票 随随便便又是赚到亮灯涨停办 大家好我是林云凯 承若刚刚所说台股就是这么样的强 19532大涨112点 强到无以复加 2万点我们说过2万点叫台股的低销 基本的 2万点只是一个里程碑 可是绝对不是它的终点 当2万点这个天险被突破了 那就是海阔天空了 你是不是以为今天我要唱海阔天空 没有 2万点过了我们再来唱海阔天空 今天我们来唱这首 孙燕之的绿光 Green light I'm searching for you OS 不会却步 航情 不会结束 Green light in my light 为什么要唱绿光 股市当中最怕看到绿光嘛 对不对 跌停板亮灯嘛 可是就景气灯号来说 没有比绿色更好的颜色 刚刚公布的景气灯号 对 17个月首件 景气付出 亮出 Green light 绿灯 对不对 因为元月付出的力道加大 生产投资销售 金融等指数 等这个分数齐齐走扬 来看一下 前两个月还是黄蓝灯 这个月直接跳上变成绿灯 那为什么我们讲绿灯最好 你看一下 它跟台股的一个联动关系 好 这个是景气对色灯号 VS 台股 红色的是台股加权指数的走势 绿色的是这个变化 你会发现 现在绿灯在这个地方 台股是屡创新高 台股是屡创新高 这是一件好事 因为第一个 绿灯代表的是没有过热 代表的是已经从谷底翻扬 最好的证据 换句话说 很多 你当初 11月 10月不听我的 对不对 蓝灯买股票 红灯数超票的J票人 蓝灯你不敢买 绿灯呢 这些人会不会回来 这些人会回来 对吧 因为我真的看到绿灯了 我真的看到从蓝变 黄蓝变成绿 景气真的在好转 但是又没有过热 我们可以看到 什么时候行情会开始进入反转 来这边40分以上 有没有看到 绿色的这个灯号 涨涨涨涨涨涨涨 涨到40分以上 40分以上是什么 40分以上就叫红灯了 我们看一下 这国发会的网站 对不对 38分以上都叫做热络 就叫做红灯了 所以说呢 这边已经到了这个 对40分 景气灯号来到高档 红灯过热之后 行情还要撑撑撑撑撑 撑一阵子 才会下来 对吧 还要撑撑撑一阵子 还可以维持高档 甚至再创新高 这叫陌生段了 陌生段冲上去之后 才会下杀 那现在也才这个位阶 也才绿灯而已啊 对吧 也才绿灯而已啊 绿灯上去 还有这个黄红灯 还有红灯 那个时候你再来讲说 会不会过热了 会不会长多了 都还来得及 所以绿灯是不是最好的颜色 是不是就像我歌词里面讲的 对不对 Green light Suching for you 我们等的就是绿灯 绿灯来丁 这个叫做欣欣向荣啊 对 看好的不看好的 通通都会回来 通通都会回来 蓝灯买的是先行者 绿灯买的 叫做正常人 好不好 可是至少正常人 大家对于台股 对于未来的行情 基本面是有共识的 好 其实我之前有讲过 台积电涨是好事 即便它不涨 也都是好事 台积电涨 拉高指数 你就想 台股如果涨个 2000点3000点 对 即便是台积电 带动台股涨2000点 涨3000点 基本上有这个点数了 大部分股票 也都会涨一轮 只是涨多涨少的问题而已 那台积电不涨 为什么也是好事 来你看一下 今天台积电有创新高吗 没有 高点还是在昨天738块 虽然今天它收红 可是它没有创高 可是台股创高了 即便台股不创高 维持在高档 19000是震荡震荡震荡 这不代表了 很多股票都在冲吗 台积电没有创高 台股创高 或台积电下跌 台股维持在高档 其实这个也代表了 很多股票都在进行冲刺 因为一档台积电 至少KD 100档中小型股 所以我认为 最近的这个节奏 垃圾盘 指数垫高 然后台积休息 其他股票跟上指数 然后再垃圾 台积再休息 然后其他股票 再跟上指数 这种节奏非常好 这种节奏非常好 节奏很重要 这样的节奏 会让强势股继续走强 落后的股票 也有机会补涨 这是今天节目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维持这样的节奏 强势股会继续强 落后的股票 也有机会补涨 所以我们要利用 现阶段的这种台股的特性 怎么样去操作 怎么样去从中获利 来你看 今天最强的是谁 散热 对不对 好热好热 双红亮灯涨停创新高 这么强的股票 300多已经涨到400 涨到500 涨到600了 你敢不敢追 齐鸿 200多涨到400 涨到500 涨到600多 你敢不敢追 你一定说不要不要 凯哥都赚多少了 我干嘛帮你抬轿 对不对 讲真的 我们还真的是赚不少 好不好 很熟悉啊 这张股票 今天中午12点钟 我发了一封讯息 我说夸张啦 夸张啦 气宏有大涨啦 又创新高啦 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获利 已经接近100%了 已经接近100%了 因为这档股票 我在1月初 台股开红盘 好不好 2023跨2024的第二天 我就提醒过你了 当天台股盘中跌300点 能够收红收涨的股票 背后往往都不简单 因为那天多数股票是跌的 那一天能够收红 收涨的股票 你要特别留意 齐鸿就是其中之一 从那一天 300出头到现在 634元 634元 100%会赚不到吗 100%会赚不到吗 你说 你们300多就进去了 我不要帮你抬轿 你不帮我抬轿 你没得赚啊 因为强制股就是更强啊 对不对 可是 有时候你又不用帮我抬轿 建策 今天 1030 又创新高了 请问你 一月份 一月上旬 700块铁支撑 铁支撑 我提醒过你几次 铁支撑提醒过几次 就这么简单 画一条线出来 整整半个月的时间让你买 半个月让你买 你可以买700 买699 698 697 696 等你半个月 买好买满 他才冲上去 这边他才冲上去 一张让你赚30万 700到1000 30万 一张让你赚30万 当初就不当一回事啊 你当初就不当一回事啊 那为什么我认为现在行情好 因为你 OK 双红不追高 七红不追高 建策不追高 行 OK 你就算挑落后的 都会补涨 泰塑 今天有没有亮灯涨停板 圆山 你们看 这个都叫做落后补涨啊 不是吗 昨天涨停 今天又涨停 不是吗 高丽 今天也创新高 这样子会有提醒过你几次 开红盘那个礼拜 我就提醒过你了哦 开红盘这个地方哦 我就提醒过你了哦 这个叫位阶的 资金的流动哦 从高位阶流到低位阶哦 现在 旗红双红 创新高 可是市场资金 就开始寻找 低位阶的股票 有没有低位阶线的散热股 当时当然我们讲的位置 稍微高一点点 可是向下洗一下 砰 是不是又创高 是不是又创高 但当然不是每个族群 每个产业都能够这样子干的 我说过 有个很重要的核心 叫做租债风口也会飞 租债风口也会飞 可是前提是 你要先知道谁是风口 你要知道出风口在哪里 对吧 你如果现在 我看的台股创新高 你去买船铲 是不是就闷爆 台股创新高 我的台泥怎么快要破底了 对不对 所以风口很重要 风口要先锁定正确 现在的风口在什么地方 AI肯定的嘛 可是如果说AI 我们往更细去讲 散热 饥渴 再不然就台积电供应链 这才是最近盘面的主角 斯巴赖 聚光灯都打在这些股票身上 所以你要锁定正确 涨停板自然就来了 所以今天节目非常非常精彩 我们在教你 如何感受市场氛围 去挖掘到涨停板 你一定要看到最后 休息一下 今天盘中的发雷锋讯息 来我们看一下 在我林玉凯分析师的官方账号 这个地方 你们都可以加 小老鼠 WN16888 好 在我的这个官方账号 我今天告诉你 今天上午9点59分 我说今天买了一档 刚刚创新高 圆月营收双针的股票 重点是产品与AI接轨 股价当然就有想象空间 先来点小提示 周星驰电影 国产007 里面有一个最强大的武器 有很多粉丝就在猜 就是到底是什么 有些粉丝就会讲 可不可以不要这种电影梗 周星驰梗 我就是不看周星驰 不好意思 我们的这个童年 小弟在下我 一路都是到青少年 都是港片文化 我的童年到青少年时代 都是港片陪着我们长大的 大时代 然后什么色调英雄传 90年代 都是周星驰电影的天下 周星驰电影 真的叫艺术 每个导演 每个演员 他都有各自的特色 吴宇森 王家卫 李安 OK OK 这个离题 好不好 来 我们讲到国产007当中 最强大的武器是什么 里面有火箭炮 有一个那个什么 机械手 还有这个PPK PPK就是007 制式手枪 都不是 肯定是这个武器 一串这个东西 拿起来 问你 怕了没有 怕了没有 好不好 但今天我不打算讲太多 反正我们提示就简单给 我给你简单几个提示 对吧 第一个 元月营收 年月双增 而且呢 都是二位数的成长 简单讲就10%以上 年月都是10%以上的成长 然后 产品内外同步与AI接轨 好不好 这句话也有点小玄机 什么叫产品内外与AI接轨 好 那 再给你提示 还有一个你也可以把它当做这个提示来看 我们早上买进之后 10点26分 我发了一封讯息 我说狂嚇 现买 现拉 现赚 化水的肩胀 又过来 又过来 刚刚才买进的这一档 它亮灯 涨停板了 早上我只告诉你 对不对 创高了嘛 圆月是营收双增嘛 这边我再给你嘛 内外与AI接轨嘛 今天亮灯涨停嘛 不知道是10点半钟的时候涨停 尾盘没涨停还是怎么样 不管 因为我这档 我没有打算让你太好拆 确实也不好拆 因为我还没买够啊 我干嘛那么快让你猜对 对吧 洋葱你知道 就是要一层一层拨开 洋葱我也说的嘛 一层一层拨开的我的心嘛 一层一层拨开才会流眼泪啊 层层拨开拨开拨开 原来是它 已经涨50%就流泪了 对不对 反正你就想啦 这个道理 人人都知道 猪在风口也会飞 我的操作理念就是这样子 我一直以来操作理念都是如此 你不要跟我讲什么 财报 你不要跟我讲技术面 不要跟我讲筹码 我相信任何的判断依据 都是在某一个特定时间点有效 我的中心理念是什么 不要为了错的人浪费自己的青春 不要为了错的股票 浪费大好的行情 当你手中抱着 它是基本面很好 可是现在不流行基本面 它的技术性很漂亮 现在不走技术类型的 这种标的的时候 你怎么办 所以我告诉你 兵无常事水无常行 你要因敌变化而取胜 才叫做神 才叫做神 今年行情跟去年有一样吗 去年行情跟前年行情有一样吗 每年都差很多 今年飞龙在天 去年浅龙勿用 前年飞龙就直接遁地了 前年大连六千点 你别讲说什么一年一年不一样 光是这个月跟一月份都不一样 年前年后都不一样 有时候市场涨营收 有时候市场涨筹码 有时候涨的就叫做技术现行 有时候纯粹涨题材 每个时间点都会不一样 所以了解风口在哪里很重要 你只要能够先掌握到 出风口在什么地方 还怕没有猪吗 还怕没有猪吗 出风口附近 自然就有一大堆会飞的猪啊 不是吗 我讲到最简单的 你光看台积电长成这个样子 又是新厂开幕 又是这个什么产能筛爆 供应链不就出风口吗 观念只要正确 获利自然会正确 这个出风口 我还不是说等什么台积电创新高 我才提醒你 我是在一月中旬 我们总统大选过后 我就跟你提醒了 我就跟你提醒了 来一月十五号的节目 总统大选完第一个交易日 当天节目我怎么说 军工生计out 要买就买隐藏版绿营概念股 真正的隐藏版绿营概念股 我要跟你讲 哪个笨蛋跟你讲 民进党胜选要买军工股的 请你赶快封锁他 一点sense都没有 难道你不知道立法院 民进党没有过半吗 你不知道这样子预算会被挡吗 其实一个专业的分析师 不是只懂财经就好 你不懂点政治 你不懂点社会 你不懂点演艺圈的事情 你怎么赚 你不懂政治 你怎么赚政策概念股 就像为什么最近绿能重电持续涨 一方面涨价 电费准备要涨了 二方面呢 大选之前三组总统候选人的政见 通通是绿电 通通是绿电啊 这是所有候选人 几乎是所有政党共同的政见 那这种概念股就涨得没有悬念 可是回过头来 1月15号那天 大选完隔一个交易日 我怎么告诉你的 什么叫做隐藏版 我说有些时候 不改变也是一种利多 不改变也是一种利多 因为民进党继续执政 中美关系继续强化 美日台的半导体大联盟 这种结构就不会有变数 这也是一种利多啊 没有改变也是一种利多啊 所以你自己看 相关的这些半导体 好 是不是都是从大选结束开始涨 来 你自己说 1月中 大概在这里 这里 1月中就在这里 红硕 对不对 当初多少钱 532块 现在呢 创历史新高了 变千金股了 1075块 万论呢 1月中在这里啦 这里 选完之后 就在这里 这个位置而已 当初148块 现在呢 295 148到295 也翻倍 星云 当初210块 现在呢 钱颇高一点 295块 它也算涨的少了 中砂 当初是188 当初是180 199 现在呢 先来到295 再拉回 而且我已经跟你讲了 还有得赚 还有得赚 不是吗 你至少先赚这一段 你也够啦 这不叫做主身段吗 从红硕到万润到星云到中砂 这不叫主身段吗 不就是选后开始的吗 圣一 当初130 当初130 这一档我们算比较晚分享 我们再分享在这个地方 可是你光是这一小段 不到一个月 赚个50元价差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不是吗 观念正确 获利就会正确 那折叠机 我们也看一下 好 今天这个富士达 创下这个收盘下的新高 那当然这个新日新 今天因为有这个CB的问题 稍微有些回答 算是没什么表现 可是我认为 激情过后 休息一下很正常 新日新连标三根涨停了 休息一下也才回个2% 又怎样 更何况 如果你有每天观看我们节目的话 你应该知道 到昨天为止 富士达我们已经爆赚134%了 从300多块一路过关斩将 看着他持续刷新历史高点 三字头到现在八字头 新日新呢 到昨天为止 我们利空又去加码一次 对不对 第一笔单 大赚60% 加码呢 苹果金船 我要暂停研发这个 iPhone 折叠iPhone 不是跟你讲 就算是这样子 那也不叫利空啊 利空加码舍我其谁 因为我是折叠之谎嘛 对不对 所以基本单大赚6成 加码单获利4成 合计正好100% 可是我们还要趁胜追击 到昨天为止已经100%了 更何况目标价都还没到 我的目标价都还没到 所以这两张股票 就是要继续报 继续赚的 好 南俊 先讲哦 好不好 今天亮灯涨 我不确定我节目上有没有讲过 好不好 还是我也许在其他节目上讲的 Anyway 我说美超为概念股当中 利台你很清楚 农历年前我们就出厂了 我们那时候赚110%就卖了 华泰 我们也获利了结了 也获利出厂 也是在农历年前后 那本来 南俊国际 有赚也先出了 可是后来我们把它买回来 因为我之前说 他跟川湖有抢单的风波 那后来其实 据我去验证 就是说单子有重叠的部分 它有点复杂 就是说 也许有抢到一点点单 可是又没有抢到那么多单 所以当然川湖 表现还是很好 我们就祝福他 但我们现在主力 就放在南俊国际 因为这个有时候 并单这个部分很复杂 有时间我们再做解释 可是无论如何 南俊国际 自己的业绩是非常好的 自己的业绩是非常好的 所以不论有没有抢单 他都有基本面支撑 他今天也涨停板创新高 联发科 千里啊 又创新高了 当初800块铁支撑叫你买 你不理我 800到1200多少 50% 联发科可以赚50% 你当初800铁支撑 什么地方 这里 创高 拉回 879这一天 879这一天 霸气的我 879 有没有叫你加码 你又不理我 怎么办 879上去 1200 再赚36% 连发科 再给你三支半掌停板 320块以上的价差 一装 再赚你30多万 你都不理我 我能怎么办 好不好 金像店 今天也大涨咯 好不好 快要创新高咯 昨天我们这个叫 半买半相送 半买半相送 分享给你 今天表现也不错 这个表现就是随时要创高了 今天这根红K 没有爆量 拉得很漂亮 那这一档属于慢慢赚的 可是如果你要快快赚 你希望是 动辄要5% 8% 涨停板 这种赚法 还是得必须要 风口上 还是得必须要风口上的股票 这种才会快 冷不防的就亮灯涨停板了 我知道最近很多粉丝 对我们节目分享过的股票 或者盖牌股 常常会有一些超速上的疑问 没有关系 你可以加入我的LINE LINE在这个地方 或者YouTube频道 林玉凯分析师 我们留言板下方 都欢迎你们提问 基本上在不会去损级 会员权益的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会尽可能去回答各位 你可能问说 这个买卖点或怎么样 如果有一些是会影响到 会员权益的 我可能就有所保留 可是在不损级 会员权益的情况之下 我尽量去回答 那有些股票可能需要等 有些可能可以加码 我就尽量回答 可是与此同时 我还是希望 我每天每天都帮大家 掌握到行情 掌握到这种 风口上的股票 好 这张股票 是我们今天最新进场 马上盘中 还是到盘后 有赚到涨停板呢 不管好不好 重点是 它的原月营收 年月均是二位数的成长 都是10%起跳 而且今天有先创新高 表示是不是一个突破 是不是一种表态 重点是它的产品 什么叫内外 同步跟现在最夯的题材 AI进行一个接轨 这档股票 如果今天才刚刚表态 是不是后续还会有行情呢 当然是有行情 好不好 一样 如果你对我们的操作 对我们的团队 有任何的兴趣 欢迎你 可以加入我们的LINE 任何问题线上寻用 或者也可以 透过等一下广告 我们的0800专线 直接报告 接下来 我们再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